家人们 相亲中最惹人嫌的睡衣来了 这个恋宗让两个男生 不看脸只看女生们的一品 来寻找真爱对象 而第一轮单纯看四个女生的居家睡衣 两个男生都一致觉得 女二的睡衣女人味十足 女三的睡衣则向出门散布的女明星 女四的睡衣看着非常舒适 而唯独女衣的穿着 让她们远不住吐槽她 看起来非常不爱干净的样子 真的现实的 家里有婚姻的生活 婚姻不太好 我们都在那儿 那时候 而第二轮看女生们的约会装 模特男二最不喜欢的 依旧是女衣的穿搭 只一位 红色白色衣服 而她最喜欢的不是颜色亮丽的女二 反而是约会时会穿裙自行车的女四 但是约会时会穿裙自行车的女四 啊 네 发生了 啊 啊 准备性 哇 역시 完美 而第三轮看到女生们的正式装后 模特男二立马弃选了女四 将最终心动票投给了 看起来很高级且有女原味的女二 结果被她弃选的女四露出重脸后 她则是瞬间后悔 而前面几轮都被吐槽的女一 露出正脸后则是坦白了 自己其实是模特男二好友的妹妹 私下一直都有关注她 模特男二因此愧疚十足 哎呦 这件事 这件事我穿了这件事 而被夸一品高端的女二露出正脸后 模特男二则是直接问富婆姐姐 所以不看脸真的能找到真爱吗 而下一期我们有缘再见吧